我们来看看请凯中来告诉大家最新的选战消息 凯中 12年上台风的影响 台湾北部下起好大雨灾情频传 那以考验候选人们的临床反应 像是台北市的大家长柯文哲 在16号的时候就到南头跟台中帮忙复选 不过当时其实北市的风雨算是蛮强的了 柯文哲是没有坐镇 北市也引发外界抨击 不过当时他回应说一切都有照SOP来 已经有副市长彭震生跟消防局长吴俊宏等人坐镇了 那到了傍晚柯文哲才临时取消 剩下的行程是北返来勘灾 而他一回到台北勘灾地点 就是内湖边坡坍塌的这个康乐隧道 不过其实早在柯文哲抵达之前 绿白战将都已经抵达到现场了 最早到康乐隧道的是五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他是在晚间6点58分抵达隧道来勘察 那至于民进党的战将陈时中 他其实在6点40分的时候 先到大湖公园来了解灾情 然后7点05分才转到康乐隧道 而陈时中第一时间也取消了当天晚上的所有行程 隔天17号也没有任何的公开行程 而在陈时中跟黄珊珊抵达灾情地点的时候 蓝营战将讲完当时人到底在哪 他当时还在内湖的陈天宫来拜跳 不过这个拜票的地点其实距离坍塌的位置 只有短短不到10分钟的车程 不过他是没有立刻赶去现场 而是结束拜票行程之后 在晚间9点左右才抵达康乐隧道 那也是三名候选人当中最晚到的 那甚至讲完原本预计在17号上午10点要公布他的新证件 那直到晚间9点左右才决定取消了 而且在快11点的时候又临时新增 17号一早要到内湖的水源区治水来关心整个洩洪池的状况 那也被认为是不是讲完因为呢 前一天晚上这个慢半拍的行为 所以才用一早的堪灾行程来弥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